新冠状病毒 各位朋友你們好 現在流感高峰期 季節 新冠状病毒 新冠状病毒 疫情 很多人都希望 做些 預防措施 今天想講 預防措施 前面就是 短缺的物資 很辛苦 每人都放少少 我順便講解一下 首先就是考罩 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買到不同的 考罩 究竟怎樣才對 因為我是北美洲 在多倫多 我覺得 應該會讓 在亞洲區 容易找到口罩 但是呢 亞洲區的口罩 很多不同的廠 還有 包裝 都好像 5個 7個 10個 我買到很多時候 50個 一盒 現在都會聽到 有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當然 還有N95 我們是普通市民 N95 就 未必會用到 為什麼呢 因為真的很難呼吸 用N95 當然 我們也不要搶貨 留給醫護人員用 所以 如果我們只是出出入入 乘車 去多人的地方 公眾場所的時候 其實我們用 Level 1 2 都可以 我呢 手上 我找到 就是Level 1 和Level 2 平時 如果你是做 醫護人員 例如 在診所做 那些 多數他們都會用Level 2 甚至Level 3 甚至 如果真的 跟病人有近距離 那他們就會用N95 那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買得正確呢 那就要看 每一盒口罩 當然 你都要看一下 它 寫什麼 它會寫明 Level 1 或者這個 Level 2 對了 但是 有些 好像我買 另外這個 買的時候 它就說是Level 2 但是它是沒有寫任何東西的 對了 那怎麼辦呢 那我就再看 最容易分辨的 我們就看到 有一堆 這些數字在這裡 如果我們去買口罩 你都會看到 有幾款的數字 即有幾套的數字 在這裡很多 都寫出來 你都會認住這些字 然後 可以看到 PEF BEF 是多少 如果是Level 1 它多數 就是 大約 95% 如果是Level 2 它就是 98% 那Level 3 也是 但可能 它那個 防水力 防水力 會更好 或者 透氣的洞 更小 就可以 遮到 飛沫更多 所以 留意買 有這些數字的口罩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當它 是 除塵 即是防塵 我真的沒有 那時候才會用 如果是 用的話 我也是用這兩隻 很多時候 我買的時候 好像這個 這個牌子的 這條 生產線 就是 Made in USA 這個牌子 是加拿大牌子 它很多生產 都是 應該是 Made in Canada 但這個 是Made in China 我真的 唯有相信牌子 這兩個都是好牌子 我相信牌子 所以 就算是Made in China 我覺得 都沒有問題 其他那些 你們就要考慮一下 自己 當然還有很多 不同的牌子 這個是其中的兩隻 我找到的 我現在說一下 怎樣去 用口罩 口罩 好 戴口罩的時候 我們洗乾淨對手 然後 拿口罩 最好只拿著這兩個 然後 再找 有鐵線的 就是上面 這個有鐵線的 就是上面 哪一邊是前 哪一邊是後 有些人說 要看 摺穩 向下 如果全部都是向下 就像窗簾一樣 向下 就在外面 向上 就在裡面 因為你不想 繞著那些層 但這隻牌子 那個口罩 是兩邊 摺痕 沒有分 摺口 向上 向下 多數 白色 在裡面 有顏色 在外面 這樣 來分 那你戴口罩的時候 你就是 靠近鼻樑中間 開始 摺一摺 少少 摺一摺 戴上去 然後 就剛剛捏著鼻子 捏到剛剛好 然後 再戴好之後 就抹一抹 抹到包著口罩 這樣就可以了 那平時呢 那我現在 先分直 如果平時 嘩 一個口罩現在很難買 我用完之後 譬如我想 去吃飯 但我不想浪費 很多人就說 千萬不要拿去蒸 蒸是會溶 很多時候都會說 有些人會說 噴些消毒藥水 但是 口罩濕了也不能用 其實 所以 如果你吃飯 簡簡單單 就這樣吃飯 你就 譬如 你用一張乾淨的紙巾 將 向外面 向外面 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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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吃飯 吃完飯 就戴上 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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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肥皂水洗手就可以了 例如在办公室或戴起床的时候 碰到骚髒的东西,即时没有水 可以洗手的时候才会用 这个就是擠出来搓一搓,搓干净 因为它有酒精成分,可以消毒 但平时不可以常常用 因为这样用,手真的会脱皮 因为始终是酒精 另外就是酒精 现在用70%的酒精便足够 买一种70%的酒精便足够 可以放在一枝里,然后可以噴 可以帮手清洁 但如果我现在只有91% 即是我家买的91% 你放在一枝里噴,反而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噴,它的揮发性很高 一噴,它就已经散了 你根本没洗手,它就已经干了 如果我家买的70% 你可以用4份91% 一份蒸馏水 是蒸馏水 混合,就可以变成70%的酒精 你可以试试在家里用 最后就是这个 就是漂白水 我们以前经历过沙士 都记得1比99这个数字 我们多数就是一瓶的 这些漂白水 混合99瓶 大概 99瓶的清水 接下来就是可以抹东西 但是如果你想洗 倒进去自己的厕所 那就1比50 1比50 你就可以放进去 不过千万记住 我们混合漂白水 就一定要用凍水混合 千万不要用热水混合 热水混合不行 千万不要用 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就用凍水混合 其实他们自己 漂白水 他们自己 都会有 怎样的 分量来用 所以 譬如他说 清洁那些 他可能说 120ml 就 混合3.8L的水 看看你自己的用法 大概 就到用法 就可以了 我今天分享就是这么多 希望我们做足 我们自己做到的准备 这样 希望 疫症 炎症 可以快些过 最少做了我的准备 就不会太担心 拜拜